如果纯粹说今天市场可能会被汇控拖累 我见在Challroom大家都开始讨论 因为有部分市场人士预计英伦银行应该会加息 谁知道出道来又是想对温和 大家一起不止美国、欧央行、英国都不想加息 Challroom也有留言英国央行不加息就麻烦了 可能5号跌一半已经可以令恒指建2万2千5元 跌一半是多少 即是40几元落分20几元 然后有人不留言说5号是否要建33至35元 为什么大家突然这样悲观 对 大家突然这样悲观 都有人说可不可以趁跌买入的 如果目标是短炒或者很不好 有很多问题 问5号 有人说他坐货很多年了 今天应不应该是45元左右放一些 简单总括来说有些应该是纯粹吃花生 就看他会变得更多 对 看是不是会变得更多 有些真的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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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概括这三个方向力 就帮我们分析一下 如果这个消息对汇控的形象 对 其实今天也挺有趣的 这么多人问汇控 对 真的很烧毫 但是 讲一句 昨晚当然英联行没有任何一些动作 没有变过息口 所以你看到外围的汇控也跌了下来 年代其实英国一不做事 其实相对在汇市上说 看到美金也是强化的 钱也是达到美国那边的 当然你说这刻不加息 那叫做少了一个 可能对汇控一些短期性的利好炒作 但是我觉得这刻 英联行按笔不动 其实也有它的考虑点 不竟你说整个欧美或者整个外国外围来计 那个疫情还是反复的 其实虽然接种率经常都说 疫苗那边很高 但是你看到其实确诊数字都不是低的 都是很明显的 未必太明显的 所以是不是这么大 这么快可以走到加息呢 始终也会有这个考虑点 所以我想不做 虽然比原本预期结果是少少一些意外 但又不是说不过去 又不是迫到一定要这次加不加就不行 那些这样的因素 所以我想对汇控又不主要是很淡 而且汇控来说 就算我当你今次英联行有加息也好 或者甚至你美国 大家觉得也会加息也好 其实对于这些国际银行股 虽然实际说下去 是有个正式差的帮助 但是这些是比较长远一点的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譬如汇控为例 它的业务都不只是单一在英国 不只是单一在美国 那么个别的地方 反而是它每个国家每个地方都有 但是它每个地方的业务 其实那些财存款的息口 是根据当地的一些策息去计算的 譬如你香港业务 它是根据香港的策息 去看的 但是这些的策息 虽然香港的息口 都是跟着美国走 但永远都会有点滞后 或有点时间差 所以就算这一刻 我当你真的外围 立即加息也好 其实不是即时反映到 汇控那些业务身上 可能是长远一点的 所以不断地说 就是长远才会对直四差有帮助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想就算今次 你说无加息也好 是不是真的这么负面的影响 我想有不至于 但是我觉得总体 刚才说了一堆原因之后 如果回答大家的问题 拿着货的又怎样 没有货可不可以炒 或者吃花生各种东西 我觉得总体 先说了没有货 没有货我想短炒 就真的不建议 因为没有什么炒作概念 因为一来 刚才说 就算真的加息也好 也不是即时反映在业绩 或者盈利身上 也要再等下 二来你见到它的股价 其实过去整个十月份 到这一刻 都是一个横行为主 再加上之前也要出货席 其实也没有什么炒作的 有因在短期 所以短炒真的没有什么条件 但是你说 是不是会大跌呢 刚才也分析了 我觉得又不至于这么淡 又未知会不会 没了成半那么夸张 而如果本身持货的 其实就继续持货 虽然刚才提到短期价 未必如何大升 但是对中长线来说 不是对汇控业务看得很理想 但是 起码你透过之前的季节 又有些回购继续做 之后也会继续充电 拍息等等 这些都是有利中线 中长线一些 股价向上望的空间 但是再拉多一句 以汇控自己本身业务上说 其实刚才也略想说 就是拉回之前的季节 其实我觉得有点不确定 因为对上份季节 大家觉得比较好 但是好的地方 都是靠回泊 令到盈利是谷大了 但是如果你看到收入 其实增长是很慢的 这个也要看看 就是之后 因为你不是贵的 你都能靠回泊的 你回泊到这么久就没有了 所以都是要靠盈利的增长 这个好看就是之后 究竟收入那边 可不可以强回上来 如果是的 那才会对股价 会再多一点的正面推动 得常了 对 得常了 太子 了 好了